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就是 大概把重点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主要是讲到有关逻辑函数部分 那我们一样 把逻辑函数里面的那个部分 像两重逻辑跟多重逻辑部分 然后转成VBA有做一些说明 所以另外的话 VBA还有所谓的Sub跟Function 那我们也做练习 再来的话有补充一些格式的相关的部分 就是说怎么样在不同的资料上面 给不同的字的颜色 这很重要 然后呢变更字的笔色 还有框线 还有粗体等等的 那这些东西的话 你可以借用逻辑判断 把不同的资料给不同的样式 那这个部分其实跟那个 就是Israel内部有一个功能 叫设定格式化条件有点像 那只是说设定格式化条件 你如果要一个条件你就做一次 但如果你很多个 你要做很多次 那VBA的话呢 反正你写完逻辑全部都OK了 我是觉得啦 如果以我来做的话 那用我习惯还是写 写程式来解决 虽然结果都是一样 可以达到一样的目的 但是相对的啦 感觉好像是 最后我慢慢发现 还是写程式弹性比较大 而且写完成之后的话 通常就一劳永逸了 你以后的话呢 就稍微改动一下程式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结果 另外后面有补充一个绘制框线 有没有 如果说你报表输出之前 你希望把它画个框线的话 那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框线 画红线最简单 然后呢可能就是有中间那两条线 十字那条 把它画成双线 那就是用那个Bolders 点什么Lifestyle 等于什么XL Double就可以了 OK 应该如果忘记的话 云端上面也有 另外的话哪一条线的话 Bolders刮虎 后面他会问你说 到底是下面啦 上面左边右边哪一条线 那你跟他讲那一条线 其实就可以帮你画出来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讲到有关那个表单的设计部分 所以呢上个礼拜的东西 我们大概重点回归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当然丢公式 然后清除 再把它不是丢公式 一个层级 然后一个多重 这两个是BBA判断完丢过来的 那另外就是加颜色 颜色我讲过是有颜色变更 底色框线跟出体 那最后把它清除 我们清除的话有两种 一个是全部清除 一个是针对个别性的清除 那上个礼拜都有讲到 那再来的话呢 上个礼拜最后是有讲到表单 所以请各位呢 就是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呢 再把它开起来 那开起来的话呢 这边在打开Visual Basic里面 如果上个礼拜 如果你有存档的话 那你应该会在这里面 会多一个就是制定表单 不过好像上个礼拜没有存到档 OK 那如果有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会多一个 User Form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许就上个礼拜 里面我有把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 那逻辑函数部分的话 你就开启那个 我们的哪一个单 也就是在这里面的话 请各位找到逻辑函数里面的 这个设计表单部分 或者你程式码里面 好 我记得也有 你把它打开之后 会有那个上个礼拜 要做到的表单画面 那请各位呢 先把这部分呢 先准备好 待会我们再来看表单的部分 画面切好 那请各位先准备好 待会我们再来看这部分 好